做进出口贸易生意的中小企 经常需要面对资金周转的挑战 恒生就有中小企贸易贷款帮你提升现金流 中小企贸易贷款额高达港币200万 不用物业抵押和财务报表 只需提供简单业务资料 例如公司注册文件、营运证明 过往和指定买家的交易文件等等 那你就有机会获批高达港币200万的 进出口贸易贷款额度 融资期更长达90天 我们会依照你所需 批出相对应的融资备用额度 直到你需要信贸额找数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放贸款并开始计算利息 利息开始相对值较低 这样就可以更加配合到 你在做生意时资金周转的需要 现在就看看以下的例子了 假如你是一个本地食品进口商 由日本食品供应商入货的货单即将到期 但货品尚未变现 部分订单还跟客户谈交易细节 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找数 那怎么算好 只要你向恒生提供进口交易证明 好像交易发票提货单等等 就可以提供货运后买方贷款 那我们就会代表你的公司 直接向日本供应商找数 以解延微之急 还帮你省回汇款的步骤 又假如你是一个本地乘衣出口商 接到欧洲客户的新订单 要求90日数期 但公司又要预支供料费用 绑住现金楼 认真左右为难 在这个时候 恒生的中小企贸易贷款就帮到你 每次交易 只会提供发票和运输憑证 就可以轻松提供货运后买方贷款 大大缩短收款周期 申请容易 只要你是开业18个月或以上的有限公司 就已经具备基本的申请条件 恒生就会根据你公司所提供的资料 审批你的融资额度 快速回应你的贸易贷款需求 只要你电邮到这个email 我们就可以更快回应你的贷款需求 现在就来找我们谈谈吧 借还是不借 还得到先好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